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叫什么Safinix签署的合同两个亿一年 他每天给对方做节目 然后给他两个亿 那个薪酬是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卡松是 卡松大概他做了一期节目 给了他三个亿到四个亿 就是叫卡尔森 Tonight 应该是每礼拜四 所以这是一个 但卡尔森的节目相对就 他牵扯的人缘更多 那这个人呢 他给我感觉牵扯的人缘少 因为他从他的布置跟他的拍摄呢 就很像我们这种 很像我们这种简单的布置 概念差不太多 但是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度极大 因为他们是比较 他们就是这种社会性的 所以他的宽度大 如果他背景没有什么其他媒体的话 他是完全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 那你比如说卡尔森 如果无论怎么表达 他必须照顾到 福克斯新闻网的某些 某些很关键的点位 他肯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完全自己talk show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影响力 这样的人影响力 都是两千万三千万的影响力 那你一个美国大选当中 一个总统获得的选票 七千万张 对吧 七千多万张 所以川普正经八百的是七千万张 所以这就知道他的代表性 所以他们都竞相提出来德桑蒂斯 那德桑蒂斯在大概最近一年多 从打疫苗开始 疫情 封城 他在整个美国的各大州当中 是表现最突出的 而且是最成功的一个 最成功最突出的 他自己又年轻 他才四十几岁 所以就跟川普之间形成了巨大挑战 因为人们 而相当一部分保守派的人 对川普是有威慈的 他接受不了川普的那种 因为他川普原来不是党派的 他不是政治系 就是政客这一条系统当中的 那他自己是做生意的 那德桑蒂斯是正经八百 德桑蒂斯应该也是学法律的 单国兵在海军陆战队做过 所以他就显得比较的 在美国正统的这种体系当中 他是比较正统 就比较科班的 但是他个人又非常的明细 应该讲非常明细 他对川普是非常尊重 他的起来 实际是在川普离开白宫之后 2021年之后 他就因为他州里面的政策 在表现着 川普在遭到打击 共和党在遭到打击之后 他在以自己的州为基础 形成了巨大挑战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就是蓬佩奥 蓬佩奥本来是在联邦层面的 而且蓬佩奥是第一个提出来 2024年要挑战这个总统 但是蓬佩奥走到现在基本就销声灭积了 因为他在一个环境中有影响 但是那个环境中的那个环境太小了 就是他的局限氛围太小了 所以蓬佩奥是从一个高点下来了 那蓬斯就不用讲 蓬斯是有他固定的那一个群落 那德桑第一次不是 德桑第一次是从下往上 完全是凭借自己干出来的 因为你蓬斯也好 或者是蓬佩奥也好 他是追随着川普四年的这么一个背景 那中间呢有肯定有分歧 对不对 有肯定有分歧 但德桑第一次跟川普之间就显得比较 就因为这是不好说的一件事情 因为川普根本就这口气窝不下来 完全延不下来 那德桑第一次呢 是他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走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 就非常尴尬非常有趣的场面 德桑第一次基本回避讨论川普的问题 他其实是回避的 那在其他人在推崇他的时候 他表现一种很欣赏的态度 就是马斯克在认为他应该是 2024年的美国总统的竞选者 那他就讲说很感谢非夷的美国人 因为马斯克是从南非来的 所以这是一种接受一种欣赏 一种接受一种欣赏 结果到今天上午的时候 纽斯马克斯采访了川普 那他有好几个标题分栏的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重的标题 但纽斯马克斯反而把这个标题呢 把这个标题让步了 可能我想都跟他们的政治派别 跟政治思想有关 他不想这个时候突出 但这个标题本身呢 在这个布雷巴特和华盛顿观察者 都提出来 当时主持人问了他问题 就是2024年 你川普总统是否要竞选 那结果川普当时把话就转了 转到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身上 他讲说无论自己的太太还是自己的孩子 面对美国政坛现在的一切 是非常厌恶的 他说很不喜欢 非常厌恶 他们感觉到很 感觉到是很大的负担 面对这一切 那他的儿子小儿子年龄还小了 如果看到自己的父亲 这样的方式在被攻击的话 他当然有他的看法 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过程 所以川普就一再一再解释 就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非常不喜欢 现在的就是因为进入政坛 所打乱他们原来固有的生活 我看起来就是就我个人来讲 去解读他的字面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呢他又提到说 但是呢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面 川普讲如果我真的决定 如果真的一旦决定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 就是很坚定的去支持他的决定 这样的话 这样的事情一般其实正常家庭 是这样的 一个良好的家庭 不妨碍他们表示 表达出他们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他可以 当然可以不做总统 对不对 那并不妨碍他 有着他非常优质的生活 但是总统总归是跟富豪 有着本质的差别 对吧 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富豪有无数数 但是总统只有一个 那经历过川普这样的总统 是美国社会中也没有 所以当然他就不一样 这是没错了 在人们富裕的程度 事业成功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 他可能是展现 真正展现他价值的部分 女人也好 孩子也好 当然希望父亲 有着一种伟大的概念 我相信是这样 所以就讲说 他们并不反 肯定会支持他 他大概川普就表达这么个意思 那主持人就紧接着就问 他说 你想过川普跟德桑迪斯 结伴而行吗 大概原话就是 结伴而行就是搭档 那这个 作为这种搭档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直有这个说法 川普再干四年两届 然后德桑迪斯接上来 这样的话就完全缓出了 这个笨这种状况 而德桑迪斯的年龄在哪里 他有年龄很大年龄优势 那但是呢 那当然支持德桑迪斯的人就会说 他现在就具备这种能力 而这个氛围就是 共和党的环境 很适合很迎合 一个年轻人出来 大概就是讲述这么一遍 那川普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答的也比较巧妙 他说 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如果我跟他 他说我跟德桑迪斯相处的非常好 那德桑迪斯呢 这种出头很快 就是他 他一下 以这样的 以这样的面貌 以这样的背景 是非常快的 但他这一份出头 就这一份成功 有着我不可明 就是有着我自己对他的支持 不可抹灭这一份支持 所以很显然 川普不愿意让步 川普不愿意让步 但川普绝不拒绝 而且第一次愿意接受 与德桑迪斯 结巴而行 他就是说 他们做搭档 两个人做搭档 大概是这么 基本上是这么个描述 那这个描述就显得非常特别了 这个描述因为有一个问题在里头 美国先 美国党内初选呢 他是先是单班的 不是两个 对不对 他是先是单班选出总统 然后再去选择 这个确定之后 再去选他的搭档 那党内初选的话 这就给德桑迪斯提出一个质疑 德桑迪斯在党内初选不初选 他初选不初选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球就踢给了德桑迪斯 我没有看到德桑迪斯的回复 这个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内容呢 确实是存在的 川普不排除与德桑迪斯做搭档 我跟他相处的很好 所以这就是做这段翻 我们用的是布雷巴特内容 Newsmax没有用它 然后他谈到 节目中谈到 他与州长相处的很好 如果他们大半竞选的话 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整个主持人问的就是 2024年 两年半之后 你暗示过 但你没有明确过 然后川普说 好吧 这个先谈到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他们很爱我们的国家 他们非常讨厌 目前所看到的一切 看到的一切 他说在这个 我会在正确的时候 讲出我想做的事情 但对他们而言 他说对他们而言 他们却爱这个国家 男爵是指他的儿子是个年轻人 那太太是一个 深受人们爱戴的第一夫人 那我们都 我早已看到这样的一种 一种背景 这种迹象 所以他说我想 如果我决定走了那条路的话 他们会选择正确的事情 他们会一定会这么做的 你有否想象过 2024年 是川普德桑迪斯 这样的概念吗 这样的氛围吗 我跟他相处的很好 我对他的成功 有着巨大的帮助 因为我支持他 所以他像火箭一样 而提升 这是川普不让步的表现 大概在半年多前 涉及到类似的问题 那当时川普也是 类似的方式回答的 当时的川普也同样是 直接表述了说 德桑迪斯有今天 是我川普做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 我觉得是很令人很令人感慨的事情 我相信从德桑迪斯的角度来讲 他也完全接受这种说法 但是美国的社会很奇怪 我觉得美国社会蛮有趣的 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的社会呢 在相当程度上 还是朋友之间 还是相当讲究情面的 相当讲究情面 这西方社会不是 我遇见这个东西 它都是刀切豆腐 咔嚓咔嚓 它是这样的 所以刀切豆腐这种 咔嚓咔嚓的做法呢 以川普这样的方式 那从年龄 从资历 确实都是他大了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 永远压住 就是在表面上压着德桑迪斯的话 而川普在整个保守派的环境当中 有着巨大的一种 有着巨大一些分歧的人 马斯克就是很简单 就是这些很有名的人 觉得他 总觉得他有点东西不太内容 所以其实川普这么表达 你让我说都没有必要 这就是川普他 我一直跟他说川普就差这点 你没必要说 对不对 我们相处的很好 无论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会处理的很好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问题 那多大方 我猜 你说 你今天成功了 我抱着你来的 你小子不能忘我 for what 对吧 那人家也是老爷们 你开玩笑 那你要这么压着压着他一倍的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造成了争论 他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他的争论完全可以回避的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俩相处的很好 无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是最好的结果 你试试 川普是野蛮 这话说的 你挑不出毛蝙来 所以这是川普往往就总是差这么一点 但这就是他 这个世界就塑造 命运中塑造这么一份东西 有个朋友不太爱听 说涛哥你有时候老去埋在川普 他说的 在我的眼睛里看到 你不愿意接受 那我也不能说因为你不接受 而我不告诉你 我看到了什么